來我們這場演講 那我想一下就是在 當面見到他之前 我想法當中有幾個關鍵字 其中一個可能是 因為我自己是電機系的 我就覺得感覺就是神人 就是非常的神秘 就不知道 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今天也是就是我們台大 公公事務研習的創設演講 然後是社長 那我覺得今天一定很多人 不是關我們的社團 是沖著唐通白人 這個也很好 那我們公公事務研習社 是哲學期成立 那我們創設這個演講 就是不管是場地還是宣傳 也很感謝就是台大研究生協會的協助 然後就是有 台大研究生協會的副會長 可以跟大家說幾句話 好 很感謝大家 願意一起來參加 尤其也感謝這個瑞福同學 創這個很好的社團 那因為是新創 所以我們研究生協會就是幫忙 借一下場地 因為有這麼廣會的演講 能夠邀請到 航空政委 相信這也是台大同學很好的一個 學習的機會 那今天呢就 希望大家都能夠 享受在這場這個對話當中 好謝謝 那我自己就是 是在行政院青年諮詢委會 然後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同政委 是在親自會上 然後就感覺 感覺人很好 然後思緒非常的清晰 講什麼他都可以懂 好像跟印象中 我天才的形象不太一樣 對 然後他現在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特別在數位經濟跟開放政府 像是G0V跟V台灣 就是著力很深 然後我自己也是帶著 粉絲的心態 非常期待這個演講 那我們就有熱烈的掌聲歡迎 好 謝謝 大家好 喔 嗨 來 剛好 來 先生好 來 先生好 剛好 即時 因為今天 蠻特別的算是 我們創設的演講 然後之前就是有跟 台大教務長 就是郭永基教授 有聊過幾次 他對於公共事務 跟國家事務 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然後今天就特別 邀請他來市場演講 他就馬上答應就要來了 所以 也請教授可以跟我們說幾句話 不好意思 剛剛 忙到剛剛 結果走來就是 往那個方向 看到號碼一直在減少 我又忘掉了 301是在這裡 我想很高興 今天有 那個 常會來跟我們 跟我們 演講 關於這個資訊的東西 那我最近 其實也是一直在注意 這方面的事情 大家大概都知道 如果你去閱讀 這個 這AlphaGo 不是把人類的所有的 騎手都打敗 那AlphaGo 他的學習就是 你為他很多 大家下過的騎 那現在就是說 你可以為他 不要為他那麼多騎盤 你就為他 部分的騎盤 加上一些部分的規則 事實上那個電腦 打贏了AlphaGo 然後 第三個最厲害的是 你為他 只有規則 就是圍琴的規則 你沒有為他任何騎盤 然後他自己根據這個規則 他自己在那邊想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最近看到的是 跟AlphaGo打的是100比0 就AlphaGo全部輸這個第三代 所以我在想的是 這整個 我們事實上是面臨 非常大的一個 搞不好是一個 世界的變局 或者人類的一個變局 我自己是覺得 同學可以講 那當然我往另外一個 好的方向想 就是說AlphaGo 你打100 100比0打贏AlphaGo 那個是我們人類給他的規矩 那那個規矩是誰要來set 那事實上這裡就有一些是 哲學或者文學是什麼 但是我想知道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大家應該都會很關心的事情 那我很抱歉 還是跟大家道歉 我完了幾分鐘到 但是我真的是覺得很有榮幸 能夠唐霍來演講的時候 我能夠來這邊替 而且替他講幾句話 這個是有榮幸 那我想我們台大也是非常高興 也非常歡迎唐霍 你會有機會 多來跟我們分享許多他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接下來的95分鐘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演講 像是沒有特定主題沒有特定簡報 所以就是大家來決定的 那如果大家現在手上有手機或者電腦的話 可以點到網站 左邊又寫slido.com slido.com 上去之後呢 就進入今天的日期 01120 然後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其實你也可以句名啦 那但是後面上有一位小朵啦 那就是你也可以是就是筆名的這個意思 那不管是匿名還是筆名呢 其實這樣子的好處通常就是我們如果要用真名 來提問題的話 提到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但是匿名的話就會提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 那所以就是再請大家就是踊躍提問 那如果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按讚的其實已經慢慢的浮到上面 那我會處理的方法其實就是 會隨時把最上面的那個問題把它高亮度這樣子 然後呢就會開始講 然後那如果你剛好是問的人 或者是十二位負一者之一 你想要多講一些或者是你想要追問之類的 你可以直接不用舉手直接講話就好 雖然我了解這個心理壓力蠻大的 或者你直接在slider上面就趕快追問一句 那你心追問的也會跑到底下來 所以就是大概是這樣一種互動的方法 那我們會這樣一直互動到八點半 就是到時間沒有為止 那剩下沒有回答到的就很不好意思 那如果九十分鐘之前 就是時間結束之前上面就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提早下課 不過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也不覺得這一次會發生 所以就是大家想要聽什麼就這樣問 好 那就是有十四位同學想要知道我過去的自學的經歷和方法 我非常快速的講一下好了 就是說我唸了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一所國中 然後那所國中是唸了一年 然後意思就是說 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手下作業 其二這個就是在這樣子轉了十所學校之後 可能把學校唸的學校擴掃用完了 所以國二就沒有繼續唸 那為什麼國二沒有繼續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國一其實我國一國二的我參加科展 然後也有保送高中 那但是當時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那個Wide Web 就是全球諮詢網 開始相當的普及 那我大概十五歲的時候 就是對全球諮詢網非常的著迷 我大概是二三歲的時候就有上Internet 可是當時群眾諮詢網還沒有那麼多人在使用 當時用的是一些比較早期的FDP啊 RT啊 Gopher啊 這個大家一定都不記得的 那但是有BBS BBS現在竟然大家還記得 可見台灣真的是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像我十二個歲玩BBS玩得非常高興 但是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 我還沒有辦法那麼強烈的感覺到說 我不管要學什麼 我在BBS上都不找到的人來教我 可是到我十四五歲的時候 我還會開始普及了 當時就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有很多研究者會把他們的preprint preprint就是他們還沒有送去期刊 可能還在同柴審閱 就是根本還沒有印出來的東西 他們自己先放在網路上 那放網路上的意思也就是peer review 就是讓大家多看一看 然後有什麼一件可以提出來 然後我就忽然發現說 我感興趣了所有的主題 當時我對好像說網路社會學感興趣 對哲學感興趣 對語言學感興趣 我感興趣的主題呢 全世界的朋友們都在把他們的preprint 每天當然丟到這個 新的叫Wideweb的東西上 因為很新 所以大家都覺得非常高興 終於有一個地方 可以放論文了 然後呢 放的時候呢 而且大家都會留email 所以呢 當時我就真的寫email去問 比如說我看不懂的地方啊 會說有什麼想法啊 之類之類 那我在現實生活中 因為我當時畢竟只有十四歲 我要特別要去找教授啊 還要坐車啊 還要怎麼樣啊 教授也不一定很怕我當一回事啊 當然願意撥個半小時一小時來跟我來 一定就不錯啦 但是呢 我在透過網路 透過這種命名 或者是 就是 筆名的方式 寫信去陪這個教授的時候 每個教授都把我當作是同行 就是把我當作是做類似題目的人 因為他根本看不出來嘛 我的email後面就是 atmsa.hi.net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傢伙是誰 所以 從他的角度來看 我只要問題提得夠好 他就真的很認真去跟我 研究他的研究主題 所以我就發現說 第一個 我不管要學什麼 當時Yahoo 或者當時翻書騰 或者這些東西 其實大概都找得到 第二個 當我找得到 然後我有問題想問的時候 大家都會把我當一回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奠定一個信心 就是說我要學什麼 網路上都有這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後來就發現說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些reprint 領先我的課本 或甚至當時大專用書的課本 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可能後來之後 我自己當上了 課法會課法委員 才知道這是彼岸的 就是從尖端的研究 到他通過課法會 到審定 到做生教科書 差不多就是十年的時間 沒有錯 對 可是我當時就是 不會在想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說 我好像已經看到 十年後的未來 十年後的世界 那這樣學校對我就變成 完全沒有吸引力 所以當時我就是去跟 我們國中 北正國中的校長 然後說這個你看 現在有這個我還問 然後完全沒有吸引力了 這個我為什麼還要來學校呢 我完全沒有意義嘛 對 然後他就說 可是當時就是 搶制九學 當時沒有現在的 實驗教育三法 所以其實不去學校 是會被罰錢的 那他就說 好 我至少可以幫你一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幫你騙教育局 所以說呢 反正呢 這個考試的時候我就來 來了就交白卷 交白卷就回家 然後呢 所以考試我都要來 然後呢 平常上課記錄呢 就是都騙教育局 所以到這個 國二 國三 我基本上應該是 國二下的時候 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 那當然從教育局的角度 看起來我還是要去學校 好 那所以說 我沒有上學的時候 到底做什麼呢 我就挑那些我感興趣的題目 然後跟朋友創業 然後呢 試著把這些題目 用我創新的方法去解決 他們像說 當時創了一個叫做 資訊人的公司 那我們感興趣的題目是說 怎麼樣在線上去做跨國的語言 跟搜尋引擎 我就寫一個搜尋引擎 後來就沒有想說 那我們在上面有聊天室 可不可以來拍賣東西 那就寫一個拍賣網站 然後呢 接下來就說 可不可以用來當做 更多人的群組聊天 那時候我已經不再資訊人了 不過後來他們就寫了C.I.C.Q. 反正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對什麼問題感興趣 我們就寫個東西 那寫個東西 就覺得很多人用很高興 所以應該只來講說 自學的方法 並不是說 我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然後就自己買這頭做 而是說 我對什麼東西感興趣之後 我就開始 就是出刀用事 隨便找 隨便找 隨便找之後就找到作者 然後就想辦法 引起作者對我的興趣 可能就是挑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通常是找他論文裡的錯字 但是就是說 反正你有各種方法 就是找出他的這個 研究工作裡面 哪些可以補強的部分 然後就寫信過去 這樣一直到十六七歲 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結果我看一本書 然後我覺得他的 裡面哪些部分 可以做得更好 我就會直接寫信給作者 那當時有一個作者叫那個 Douglas Hossard 那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 GDP Greder Asherbacher 那那本書還蠻不錯的 推薦大家看 那後來他就寫了一本 關於翻譯的書 那他寫了這本翻譯的書 我就覺得 因為他要翻中文 可能翻得沒有 我就來翻翻看 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寫信給 然後就發現說 他不當然回 而且他是用中文回 因為他事實上回中文 然後還會糾正文漢語拼音 因為文漢語拼音沒有做得很標準 那所以就是說 可是從他的角度 所以說從他的角度來看 我就是線上另外一個collaborator 另外一個貢獻者 那他是平等的 可是我們在一般的學校制度裡面 他是professor emeritus 他是那個認知科學裡面的title 那所以其實我們從學院的角度看 跟從網進網路社群的角度看 這不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就是說 那我看哪一個人的著作 順眼或不順眼 我就寫個信訊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一起做這個題目 那理論的部分是這樣 那覺得可以應用了 那我們就找一個應用的題目來 然後就糾團 然後一起把它做出應用 看能不能造成什麼影響力 大概是這樣 所以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其實大概20年吧 就是工作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有一位朋友追問啊 就是說 可是當時我們在寫這些程式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選擇 我們可以拋棄掉自己部分 或全部的著作財產權 我們也可以說我們全部的著作財產權 都是自己有的 那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之所以可以不交學費 我就可以學會這些東西 完全是因為這些研究者 他們無私的把他們的工作放在網路上 而且沒有收錢 如果都要收錢的話 其實我一個人在台灣 我根本不可能看得到那麼多東西 而且當時我如果看不懂 他們已經據點了那些經典 那這些經典 有些根本已經沒有電子版了 因為它根本是1900年以前出的 當時還沒有電子版這種東西 那也有一個網路上面叫做 Gutenberg Project 就是Gutenberg計畫 現在還在運作 就是把這些已經沒有版權的公版書 甚至只有紙本的 但是就一個字一個字把它打成字 因為當時OCR還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當時他們做的事情 就是一個字一個字把它打成 可以全文檢索的一些文字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說我之所以能夠做這些工作 做這些研究 完全是建立在那些已經拋棄著作權 那些願意放棄著作權 那些願意分享著作權的人的這個成績上面 所以我做出來的任何東西 我如果不分享出去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我唯有虧欠於這個網際網路的社群 我覺得說那這樣下一個狂風 它不能夠用我的研究成果 這個是說過去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我後來做蒙地 或者我之前寫一些程式 我的基本想法就是說 我只要任何有可能的時候 我就拋棄掉我的著作權 但是當然 就是說畢竟我有一段時間還是在打工專家 所以 不好意思有點感冒 所以有朋友要跟我寫 就是要我寫程式的時候 我就會說 那很簡單 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說 我可以把方力寫一個私有的一個程式 但是我一小時呢 可能要收你兩萬塊 那或者是說呢 我們可以共享著作權 然後呢這個我可以把它分享出來 用相同方式分享 用GPL這些方式分享 那這樣我一小時也許收你一萬塊 或者是說你同意我完全拋棄出樓圈 誰都可以用 沾我一小時收你五千塊 好 那所以現在就用這種差別定價的方法 那這個是當然很合理 因為如果它給我兩萬塊 我一小時寫了之後 我只要不要就是侵犯自己的專利 或者它不要拿去申請專利 我就拿這些時間再寫一次就好了 我在寫的那一次我還是可以捐出去 那對我來講 並沒有違反我自己的哲學 那對它來講 它等於取得一個首發的一個權限 那所以確實也有朋友 他不想說蘋果 他願意一小時過非常非常多錢 那取得這個首發權 我如果要自己再分享出去 我得自己再寫一次 有些會真的還有自己再寫一次 大概是這樣 那但是如果對這個首發沒有那麼看重的朋友 他不像說一些銀行啊 或這個IPM啊 他其實本身不是賣這個的 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當然一小時付你比較少的錢 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跟大家分享成本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這樣好處是什麼呢 我可以搞兩頭 我可以搞三頭 我有一次寫了一個程式 專門把五難活用詞典 放到蘋果的那個iPad跟Mac裡面 所以現在大家都內建五難活用詞典 那裡面有一個主要的一個專檔的程式 就是我寫的 可是因為那一段部分 其實是可以拋棄著作權的 是用hasco寫的 所以那一段 我當時同時賣了三家 這樣子 所以就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如果只給你的話 別人也不能付我錢 所以我大概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一直在用開放緣碼的方式 同時幫整個業界審成本 然後自己在心理上面 也比較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可以讓接下來進入的人 都能夠分享這件事情 有時候一位同學想要知道說 從正以來 在政府既有的困難體制底下 推動新的做法和計畫 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要如何克服 其實任何時候你要創新 要碰到的事情都是說 它解決了既有的人 什麼樣的問題 一個沒有解決問題的創新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開放緣碼的時候 有一句話叫做 scratch once on the edge 就是說 至少它解決我自己一個人的問題 舉例來講 像我進神證院 我碰到第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很不習慣 每天朝九晚五上班 非常非常不習慣 那所以呢 我用來解決這個的方法 就是在老虎協商的時候 就告訴之前的院長說 你如果一個禮拜要我上五天班 要我五天都關在協經院裡面開會 不能夠去辦黑客松 不能夠去跟社群聯絡 這個我撐不到兩個月 所以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說你要讓我能夠遠去上班 後來我們就找出了 這個人事行政總處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函 這個函是說 只要任何公務員 不只是政務官 任何公務員 他的工作內容 跟網路溝通有關係 他就不受工作時間的限制 然後呢 如果他要跟網路溝通有關係的這個工作 需要在別的程度做 那他也不受暫和的限制 好 叫他長官同意 所以我就是拿著這個函去說 那你看我工作就是網路溝通 所以說我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五 一定不進行政院 好 那這樣你可不可以同意 不同意的話 我幫你找別人當政委 好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我當時還能呼吸上很多別的東西 是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同意了 因為反正語法有據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的同事都是非常recursive 就是非常地歸的 就是只要院長同意我做的事 我就同意我的朋友做 就是我的同仁做 所以我的同仁現在就有的在日本 之前有的在馬德里塔之類的 反正他都是在上班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遠距的部分 那另外呢 要推動新的做法就是 好 我們現在大家都遠距了 那這樣我們怎麼知道各自在做什麼呢 所以說我們就必須要推動一種遠距 大家都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方法 那這邊如果有朋友用過trello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開放緣馬的一個 trello的一個clone 那因為我老公協商的另外一個條件 是我不接觸機密 所以我隨時都可以把我們 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這樣展示給大家看 而不會有先例之旅 所以就是說基本上我每天起來就是看牌 我不管有沒有進院裡 你看 我就知道我所有的這個其他朋友們在做什麼 其他同仁在做什麼 例如像說這位余昌很快即將要發一個 公開的關於編型的問卷 各位應該是第一批知道的這個人 那這個我們馬上要開啟車回 空走了直播車 而且你看五支十五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他網路有簽到 但其他的東西好像還沒買 擴大機已經弄到了之類 那所以因為有這樣一套工作系統 所以我不管在哪裡 我其實馬上就可以知道我的同仁的工作狀況 當然還有公比的聊天室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創新又是解決 那我們都在不同地方的問題 那有這個創新之後下一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那院子安處就會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東西你如何證明它是安全的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一大堆open source的元件 我們隨便按就有一大堆 甚至還包含就是像這種東西 就我們每天午餐啊 那個要吃什麼 那我們在院裡面訂便當 就有人專門為了這個寫了一個app 然後所以 而且它還會自動代入你的名字 然後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點了什麼 然後他們就會自動搜集這個表 然後跑去訂便當 所以我們自安處處想要知道說 我們讓任何公務員都可以自己隨便寫app 在這種東西上面運作它到底有沒有資安問題 所以我們為了解決這個 又去使用這個叫做sandstorm 就是我們叫殺劇雲呢 sandstorm.io的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我們就是去請院子安處 請問我們寄福跟我們deafcore deafcore就是最近有得名的這個相當厲害的駭客團隊 這些白貓駭客來打 然後把可能打出來的每一個漏洞都document出來 然後後來 因為這個本身也是open source 他們是白箱的打 地板像城市嘛 看著打 打完之後就發現說 OK這些地方補上之後 就沒有弱點 那就是他們找不出弱點 出不了比他們強的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個上面跑的任何東西 因為自安處就說好啊 隨便無所謂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拿到了網址 就是EYPDesignityGOE台灣 所以我們從各種角度來看 這就是一個政府網站 然後我們就開放給所有的公務員使用 這樣一個email是GOE.台灣結尾 你就可以用這套東西去做表單 去做填報 去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從一開始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忍受 一個禮拜上班五天 一路這樣創新下去 就可以解決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在每一步 它都是更多讓一群人覺得 這是不錯的主意 然後這群人覺得 這是不同的主意之後 他們又碰到一些實際的障礙 下一個創新 又是解決這些實際的障礙 然後等等等等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其實並沒有碰到任何的困難 因為這些困難 都是大家在實行上一波的創新的時候 覺得說 那我們應該要解決一些實質的 技術上的問題 而不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一件壞事 也就是說 只要你一開始的那個勞部協商 大家是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從這個後面衍生的創新 都是好事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是所謂公僕的公僕 就是有任何的公務員 遭遇到跟我個人類似的問題 以及跟我的團隊 採用這套工作方法之後 相似的問題 我們就提供各種各樣的說明文件 教學 辦共識營 辦工作方 讓人總去開課等等 有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更能夠去使用 而我絕對不會 就是願者上勾 我絕對不會主動去找 好比像說 隨便講 這個外交部 或者是說國安會 說這個你從明天開始 全部都改成這一套 絕對不會 簡單來講就是說 自己願意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工作的 那就會來找到我 而找到我的話 就可以用這一套 有位朋友馬上追問說 那網路上班 有沒有下班時間 跟大家報告 我基本上都是一醒來 就開始看板 就開始工作 然後都是工作到半點 12點睡著了 所有的信都先回完 然後才會睡著 就是Inbox Zero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下班時間的 但是我在中間就是隨時 就是想休息就會休息一下 所以其實並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 然後我禮拜一、二、四 現在剩禮拜一、四 一定在院裡面 從九點拜到五點 那但是呢 為什麼五點就下班 是因為院裡有一個傳統是說 長官如果不下班的話 鼠官不敢下班 那真的也是很奇怪的傳統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因為對我來講 我再來工作都沒差 所以我希望提升我同樣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五點就就走了 那流到六點是有時候會 流到七點就很奇怪 如果流到八點 他們都說我是亮黑燈 所以就是我幾乎從來沒有流到八點過 那所以就是都是準時下班 可是通常下班才是上班的開始 然後最後就在回去的車子上啊 回宿舍就會開始這個工作 希望有被達到這個追問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有一天卸任之後 最想繼續推動的事情 大家可能可以觀察到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一套做法 其實跟我當不當政委 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我做的這一套 其實在我當政委以前 我從2014年開始跟行政院合作 我當時是當V台灣的專案顧問 然後後來是去仁總那邊當講師 然後去國教委員做那個聖典課綱的委員 然後去國發會當他們的台灣資料諮詢委員 我到每一個地方都是用完全同一套在做事 所以應該這樣講是說 能不能夠繼續推動 是取決於這些公務員 還出不覺得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在公務門裡面碰到誰 因為我沒有直接入到部會 所以我都不希望對方叫我政委 或至少不要叫長官 然後他們這樣過了一年之後 大概都習慣了 所以現在真的隨便什麼公務員 他碰到我家是院裡我們熟的 他就直接叫唐鳳 或就叫奧君 就是說我之所以能夠對他做這些事情 並不是因為我是政務委員 而是因為這些事情對他有幫助 所以說等到哪一天我不是政務委員了 只要這些事情還是對他有幫助 那他還是繼續來找我 我們還是繼續這樣子討論 那所以我當時那個議員長講的也是說 就是說我其實入閣前本來就在做這些事 他如果要我進來是要我強加一些 其實我本來是在幫大家嘛 他如果要我進來是要我害大家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這種情感 就會這個當然無存 但是我如果進來之後還是繼續幫大家 而不是害大家的話 那這樣這個情感就比較有可能繼續 那臨人長就說好啊隨便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進來之後就是保持一個還是繼續幫大家 覺得不會害大家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等到我不當政委了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大家想要用這些東西 那我不管用什麼身份還是可以繼續幫到大家 有一個朋友問說 看到我在編情的重視呢 想請教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並不是我個人的重不重視 而是我們在有一個中印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它基本上就是 它會有一個覆益的多少 那這個覆益的多少呢 它只要承岸到一個程度 並不是我重視 而是我們每個部會 都有一個負責開放政府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團隊 大家可能知道有些部會 有國會聯絡人 專門跟立法委員聊天 有媒體聯絡人 專門跟報社的主任記者們聊天 那但是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專門跟每岸的 不特定利益關係人聊天 為什麼要特別增設這個職位 是因為在過去你要做議程設定 它基本上就是要主流媒體 或者要民代來幫忙去組織 可是現在大家在PTT上面 隨便組織的能力 就比主流媒體還跟民代還要好了 所以說當時才會在PTT上面 整公務員來加入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希望說有懂得 能夠這種分不特定人 在網路上組織的朋友 來一起討論我們要怎麼樣協同工作 那這件事情呢 經常是透過一個 所謂投票的方式 就是每個月的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讓每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每人一票去決定 我們這個月要集中處理哪些跨不回的案子 那這件事情剛好就是這個月被選上的案子 那另外一案就是所謂的八加九 就是這兩案子 對 好 有看過的鐵曲歌手嗎 有看過《開放政府》超人嗎 有看過《開放政府》超人嗎 有一個兩個三個 就這樣 好 那我放一下 好 好 那其實真有問題是來的 你什麼 但是被破壞了 我好怕救了 太殘忍了 佔領的動物 堂不必要負責嗎 我覺得要上網聯絡 可以動物 好 去吧 好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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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保護的部分 因為牧場裡面的蓄木產品 基本要尋經濟動物 所以這兩個例目都跟我們會有關 所以我想我們就來擔任主管機關 成為這件事 經濟部的廠商移動 是管理市場規則 如果發生了環境環境 現價出貨中海產品的關係 就發生了一件事 之後如果我們有確定 因為我們很適合 把相關其他細節 可以通定我們其他的意見 第一名 因為這個確實是一個少人的名牌 接下來是不是我們在山中 好的規則 立刻的職務委會的PRO 我們可能就是來做一個協作的工作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大家 我們來到這個平方政府聯絡人的周回 我們看到最近正在燒的這個案子的 提案人 連署們 以及其他印象翻證 還有我們更多位的聯絡人們 其實都要齊聚一堂來這邊進行討論 那雖然這個提案 用的是比較情緒性的字 我自己也非常關心跟我們保護 但希望我們先能夠很開心 就用聯絡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跟經驗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這麼精進政府的作為 大家早安 還是專業的方位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會進行的流程局方式 從問題航點 歸納 定義 到這個政策的概念的發展 會議的目的就是說 如果越多人都會採用這樣子的聯絡 那就越多人會去拿自己 然後使用相當的建設 大家好 我是迪安 大家好 我是這個PTT 副本版的湘米 大家好 我是八卦版的湘米 然後我是在於夜市的邁上 大家好 我是老闆露的PTT 大家好 我是陳露的PTT 我是龍王輝動老科的科長 你們剛才VD的邀請 沙威馬是一個阿拉伯的肉類的產品 也大量的使用國產在地的食材 現在有整理出來大概七個問題 這邊已經有出途旁邊解決辦法了 有沒有希望可以增加的 我們其實還有提供就業輔導的台灣就業通訊 有未來更加強在宣導輔導的一個 要幫助我們這些團長做一些從年和行銷 美食堂其實都會有很多 但這個部分的話可以接種資材來管理 假設之後真的有這種類似沙威馬這種東西 稀有動物出現的話 現在我們把遇到的遺址 是不是有足以足夠去保護這多新的性命 今天的這個沙威馬的遺址 我們都會來承辦 那麼在各位客戶會的協助之下 那我們先請高興呢 就是我們的提案人和電代相關人物出席了 如果大家一起討論 統整出的這些問題 那此外呢 經過大家的共識的溝通呢 我們也統整出這些解決的方法 我們今天所有的講書呢 都會上傳到我們的數位百版上面 供今天所有的理會者 能夠在日後需要提供的時候 那可以上網非常好 謝謝 很謝謝大家 在這個星期 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大家彼此對教練 達到彼此的理解 那這邊呢 我們談戀主 以及各部會具體可以協助的事項之外呢 我也看到說 我們會需要發布一個新聞高達前新制的見識 所以說 我這星期的政務會 也想我回跟院長 以及其他新聞朋友們 能討論一下 試試看新聞傳播出 可能用一個微電影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打算 這些事情 大家想清楚 謝謝大家 亞洲 有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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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我想先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挑稍微把這個虛擬的案子 而不是挑這些真正的案子來派 因為這些真正的案子都有正反方 然後正反方如果知道NCC的那個標準就會知道說 正反方會很在意 到底他五秒鐘還是我六秒鐘 他先過還是我先過 但是商品馬是沒有商品馬子就會的 所以說不管怎麼拍 我有一個意見 所以才挑這個很傲的題目 來當做那個我們的demo的片子 但是這些真的有些是就是這樣子 像那個國產車撞擊測試 現在就是要做了 然後警費也撥下來了 計畫管理法案國安會也是要做了 兩段時間多段時間去下放到每個地方政府 他們在做一些實驗 國高中不可以強制像第八節科 這個已經教育部已經做了 那生產0.01%的artropin 最近才有一個新聞 台北市已經開始做了 然後衛福部已經把藥證發進去了 這個是什麼就是散通劑 如果大家有點過散通劑的話 點了雖然可以抑制近視但是會胃光 胃光的話就會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有很多小孩就是你開了這個藥之後 他就不願意點 那但是他們在新加坡做了一個實驗 本來是要當作對照組用 因為你完全點生理實驗水 他知道他沒有在點東西 所以呢他就還稀釋到0.01% 然後呢本來是當對照組 後來發現對照組的近視也獲得了改善 而且跟你不稀釋一樣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莫名其妙發現一種不胃光 但是又可以抑制近視的方法 那所以就有一堆人來連署 那現在藥證也發下來了 然後也已經開始使用了 那當然第七次當然更特別了 就是說根本連署才可能五個人 沒有到五千人的時候 財政部那位PO 剛剛影片也PO都是真人 那個就主動跳出來 然後說我們趕快來開協作會議 因為我們快要被搶到了 那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當時其實就是Oracle這家公司 把Java Adlet的這個技術 他讓他沒有辦法繼續使用 他把它棄用 就是不推薦使用了 所以你要用這種方式來包 所以非常困難 那他在Mac跟Linux上 都是用這種已經等於是 古董級的科技在設計 所以就非常非常難用 那然後當時財政部 並沒有把這些當作是報名 或者什麼東西的 就是直接去說 那其他人可能比我懂 那比我懂 那我們是不是就跟大家來談一下 所以我們這整套都在我們的這個 工作制上面有處理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工作制上面 在報稅那一案裡面的協作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不是只是 只是開一次 像剛剛那種沙威瑪的協作會議而已 它接下來其實開了五次 就是說我們第一次發現 這些是一些專業的UX設計師之後 就覺得太好了嘛 那當然要盡可能利用連署人的任力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那些所有的連署人 我們就直接邀到 就是實用者體驗的工作坊 然後開了五次工作坊 然後一起去把它 明年的那一個保存軟體 跨平台的部分 把它設計成非常好用 那我們目前已經進入幾乎是 design已經final 已經驗收的階段了 所以明年一定保證 比今天的每個的保存軟體好用 那所以我想整個精神就是說 不要讓公務員看到好像五千人 看到連署 看到抗議 就覺得說對方一定是暴民 一定是來亂的 或者一定怎麼樣 而是說如果大家能夠進來 就發現說 有些真的是公務人員沒有的專業 是外面的有的 是他看不順眼 當然應該有他所嘗試處嘛 所以我們把一些事實釐清之後 因為我們就可以 運用這樣子的一些朋友的力量 然後大家一起來 把這個公務政策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到目前開了大概22次 所以基本上每次都是類似的方式 就是大家投票 然後決定說這件事情值得去認真的 面對處理 而且呢 我還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這裡面的所謂的分工 它不只是在部會的層次上面分工 部會的層次上分工當然已經有一個好處 像Facebook詐騙這一案 就是說Facebook上面前一陣子 常常出現一些看起來很可信的 這個廣告 但是當你買的時候就發現是假貨 然後你退貨的時候發現 他沒有寫寄件人 然後你聯絡客服發現客服是機器人 所以就沒有辦法就求助我們 那當時大家去問每個部會 每個部會都只能解釋問題 而不能解決問題 因為他們每個人值萬百分之十三點三的 就是東西 所以我當時就是因為透過一些作品 把他們都結合起來 包含黑貓宅集片 這個民間的一些朋友都結合起來 那我們就實際把這整件事情的 從頭到尾的那個Journey 全部跑過一遍 然後確保每個部會的我求可以接 然後大家就一起等於是 本來是在那邊抗議嘛 自救會嘛 但是等於就大家湊在一起 然後一起把這件事情 到底可以怎麼徹底解決 去做出詳細的說明 那就像影片裡面講的 我們每次收到了Idea Development之後 我就會把這一張禮拜五收完 禮拜一我就會在政務會議跟院長 跟秘書長 副院長 其他政務委員討論 然後如果這件事可行 這個就變政策了 所以這個東西倒政策是這樣非常快的 那裡面我們也不只是叫部會做事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張卡 事實上是叫Facebook做事 就是說他們有檢舉廣告機制 可是幾乎沒有辦法發現 而且他們的所謂的可確認商家的部分 也沒有跟我們在地的工會協調過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在地工會根本想教育使用者 從教育起 所以解決方法就是 Facebook一定要落地 來加入台灣的商業同業工會 那所以我去Facebook的時候 我就跑去矽谷 跟Facebook MVP說 你看這不是我在要求你們 是大家都各自領了事情做 現在剩你們了 那要不要做 你們要當一個有社會實名的公司 然後呢 後來他們就說 好 我們要當一個有社會實名的公司 所以 對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 隔了兩周 就加入了台灣的 無地面商業同業工會 然後就直接面對自救會的朋友 然後直接把這兩張卡 任領回去了 所以我要講說 這個是叫做多方利益關係的模式 它不只是在公共能裡面使用 而且有些事情是公民社會 或者像Facebook是私部門做的比較好的 這種方式也可以把卡發給他們 他們自己也回去去做 那這樣子我覺得才是更健康的一個情況 比如說什麼事情都是政府做 所以這是我對協作會議的一些基本看法 哎呦 有 有朋友說這個 在未來 年輕人做過號 我們有關號 該練習經濟哪些能力 可以在社會發揮影響 也要社會更好 其實 因為其實我通常不會回答這種 比較類似專心的題目 因為我不認識你 我沒有辦法 針對你來提出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去 不要受到領域或者世代的限制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學習歷程裡面是沒有學門的分別的 沒有學習的分別的 那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其實就是完全沒有差別 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或者要創這個業 我需要什麼 不管它本來分在社會學經濟學還是哪裡 我就去學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素養 它可能比較不是一種能力 就是所謂自發的這種素養 那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然後我自己在生命國家課發會的時候 也特別強調這個很重要 那希望是說 未來的國民教育裡面素養導向 就是說去培養小孩 能夠自發自己去找資源 然後互動去問問題 不管對方是大教授 還是對社會有一些體驗的一些老朋友 或者是說他要達到這個共好 要有社會影響力 這些素養才是需要練習精進的部分 所以我想所謂自發互動共好 這個講的是非常悬 但是其實每天每天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如果要好奇心 你就試著去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如果你想要認識新朋友 你就去想 用他聽得懂的方法去交朋友 如果你們兩個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想不把那件事情做到 雙方都至少沒有損失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每天每天練 但是這些東西加在一起 它能夠做到的能力 是比你單一的技能 未來在特別是AlphaGo Zero的這個時代 要來得好用的 因為你練到了這樣子的程度 就會發現說 那這樣子任何工具都是來幫你忙的 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是說 你專門學一項技能 好比像說夏威奇 然後甚至對它產生了強烈的自我認同 那這樣子AlphaGo Zero來的時候 你就會很崩潰 就會非常非常崩潰 所以我的意思說 當認同特定技能的時候 就越來越有崩潰的可能性 可是當然如果你認定的就是監禁的 是自發互動 共好的素養的話 那所有AI來了 那很好啊 我有少一件事情做啊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想法的差別 有一個朋友說 到目前為止 認為一開始達成的 有沒有實現 進入官僚領域的初衷 就像達成的社會正義 我的初衷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這個工夫的工夫 就是幫助公務員來解決 他們碰到的問題 那這個確實是有達成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 要當一個管道嘛 對不對 就是不是說 某些社群潮中有人 那也不是正名宣導 而是說讓兩邊在討論 集統壓獎的時候 可以對焦 那這個對焦的工作 我覺得算是有做到 而且做的還蠻好的 也就是說 以前都是在連署平台 這種隔空對話 對焦 那現在不但是面對面 而且要不要說 我每個禮拜三 我就去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實際跟大家面對面 大家就來找我 就是我的office hour 我整個禮拜三都在那邊 又或者說我每雙周 就每兩個禮拜二 就固定的去 好不像宇嘉南 好不像台中高平跟花東 四個不同的地方辦公室 又跟那邊的 就是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直接對話 那他們問任何問題 我們在台北空總 就有八個部會在那邊 然後直接視訊連線 所以他要問什麼問題 部會線上解決 如果部會沒有解決 我們按字關卡 就是每個人講的 每個字都打下來 然後拿來關卡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 部會來講 它是蠻神秘的 就是我從進院裡來開的 每一場會 制的每一場詞 進來的每一個 內部或外部的討論 全部都在網路上 而且這個全部都在網路上 它不是只是最後的決議而已 而事後比方說 我在社創中心 第一次禮拜三去office hour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有哪些人來找過我 那些人是誰 每個人講了什麼話 每個字都在上面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我從院裡 從開始進行任務以前 就開始做這一套 那我進了之後 我的勞工協商條件質疑 就是我不要接觸國家機密 所以我才能夠繼續做這一套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 其實累積了 就是相當可觀的問答集 或者是知識庫 那所以就讓大家 在Google上面 有時候隨便找 就可以找到主子稿裡面的內容 所以這個初衷 就作為一個溝通的管道 我覺得也是有所達到 有位朋友馬上追問 請問您是否都不會遇到傳統 或者某些事例的反對 或者是智種 這個顯示有一個策略了 這個策略是說 基本上政務官還要的是亮點 對不對 就是說有政績嘛 然後不要讓他黑掉 那事務官呢 基本上他要的是降低風險 因為政務官一直在換 可能算是他的位置不會換 那他如果被關說突避 這個他就很慘 所以他降低風險 不要讓他被抓去關 然後呢 那基本上承辦呢 要的是他減輕他的工作的壓力 不要讓他每天加班 讓他有時間會去陪他的家人 好 基本上政府裡面就是這三個主要的 Motivation的作用 所以當我推動任何事情 他只要不要讓政務官黑掉 不要讓事務官可能被上去關 不要讓承辦加班 基本上這件事情就不會有阻力 那這三個只要某一個有好處 對那兩個都沒有壞處 我就去找那一層的人聊天 然後去說 你看我弄出一個東西 能夠幫你每天省幾分鐘的力氣 對承辦 那這樣子我就不會去找長官講 因為這個不是亮點嗎 那承辦就會很喜歡我 因為他每天省了兩分鐘的時間 那同樣到底 我如果找出一些方法 能夠降低風險 好比像說 已經有一堆人在抗議說 暴水軟體爆炸難用 然後我去找事務官說 你看你邀這兩個人進來 大家就可以設計出一個 暴水軟體 你就沒有風險了 你的廠商就不會被告倒了 那他當然是在要歡迎 那又是要好比像說 我們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能夠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那這些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會變亮點 立委就會質詢 那這個東西 政務官也會覺得是政績 所以每一個案子 他對這三個的好處是不一定的 但是至少我們不要讓另外兩個有壞處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目前沒有任何人反對 或者製走 這樣子的工作方法 那我問說是不是真的天才 那個其實我不知道欸 就是天才都是別人叫我的 我自己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天才過 對 而且天才這個字 它在漢朝剛出現的時候 也只不過是說一個人才能比較好 並沒有今天的這種 莫名其妙的各種意思上去 所以我儘管去把它當作另外一個標籤而已 所以都對我沒有什麼關聯 有一個外言說 什麼契機讓我想要推動社會創新跟社會企業 有兩件事情的方法 其實social innovation我是一直都有在做 然後其實開放緣吧 廣義來講也是social innovation 那像大家可能有聽過居靈靈 那一般是叫做公民科技 那公民科技也是social innovation 到底什麼叫social innovation呢 就是說 你有一個很固定的社會或者環境的使命 有一個使命 然後你用一個創新的技術或者流程 或是有一個概念 然後你來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 就是說你有一個使命 有一個創新解決一個問題 這樣就叫social innovation 但是呢這個中間的創新的流程方法 什麼東西 現在可能十個裡面有九個 都跟數位技術稍微有一點點關係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說我們做open source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放出來的open source 可能我當時是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但是解決完全無關的社會問題的朋友 也可以拿我的open source出來的東西 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 像我一開始做夢店的時候 它只是一個華語的詞店 那後來我把台語跟客家話加進去 那可是就有朋友拿著這一套 跑去做可能葬語的詞店 阿美語的詞店 他也沒有問過我 他解決的社會問題 跟我當時想解決的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因為我分手所 我放棄著作權 所以他就直接拿去用 那又或者說 像我做台語的那一位承辦人 後來他就脫離了那個GOV加入了去聯盟 那所以他就不是以公務員身份 但是他就自己架了一個網站 叫做IdaE 那這個IdaE就是用我們當時 蒙點的這個台語的這個資料 但是他加了一大堆教育部的那個 台語詞典裡面沒有的詞 像這些詞都是沒有的吧 對然後他還會加了一些 可氣風 之類的 就是他會去加一些發音啊 然後這個 好 對 好 好 音彈之類 好 之類之類 好 對 就可以有效地去取得大家的興趣 然後你就可以問大家什麼東西 可以跟什麼講 可以跟什麼講 一切都是真正的 之類之類 之類 所以就是說很多字典裡面沒有時候的新詞 它就用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類似Urban dictionary的方式 自己把新詞加進去 同樣的我在做蒙點團隊的時候 也沒有在想做這個 可是他就可以直接我們叫Fork 把它分支到這個地方去 然後就同樣一群人 然後同樣一群這個想法 所以就是說 一開始的社會使命 如果夠 夠 inclusive 夠涵溶 夠能夠涵溶 比較大的社會 那即使你一開始的創新才解決 特定的社會問題 認同這個社會使命的這些人 就會拿這些創新解決很多別的社會問題 而且你當時根本想不到這些是社會問題的問題 所以一開始的這個社會使命還是非常重要 那至於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它基本上就是說 同樣的就是你要有個使命 你要用一些方法解決問題 但這個方法裡面呢 必須要有一個商業模式 有一個business model 所以嚴格的來講 社會企業就是一種 落實社會創新的方法 那但是呢 它的落實的方法是幫這個創新 找到MT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 我之前其實 有幫很多 他們這樣說有一家叫做Mozilla的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好 那Mozilla這家公司呢 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做一支 做一個瀏覽器 它的瀏覽器叫Firefox 就是火狐狸 那就是一個狐狸跟一個機球 如果你以前覺得這個瀏覽器很慢的話 它最近變得非常快了 就是有一個新的改版 然後 就是稍微幫他打一下廣告 那好 但是呢 這個Mozilla的這家公司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公司 就是說 這家公司 就是Mozilla Corporation這家公司 它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使命 然後呢 它運用這個商業模式 然後呢 來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呢 它符合社會企業的定義 而且它不但符合社會企業的定義 它根本就在它的網站上說 我們是一家社會企業 那但是呢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平常想到Mozilla 不會想到社會企業呢 當然就是因為大家想到的是Firefox 就是它的產品 你如果用Firefox 不是因為它是社會企業 所以 你去用Firefox 你如果用Firefox 是因為你覺得它比IE快 它比Chrome快 它有一些套件可以裝 或者什麼別的東西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 有點很重要 就是說 對於社會創新或社會企業 它的社會使命的認同 是一回事 但是它的商業模式本身 也需要產生出 即使你完全不知道 它是一家社企 你也覺得這個東西 還滿不錯的 至少沒有比更差 的這樣子一種品質 那不然的話 並不會有人完全 因為Mozilla 它充滿了使命 它每年賺上百億台幣的 這個營收百分之百 全部捐給基金會去促進 開放遠馬自由軟體 網路人權發展 而去用Firefox 如果它就是很難用 你還是不會用它 所以意思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的一個差別 就是如果你不是企業型態 社會創新 你可以靠志工 你可以靠各種各樣子 沒有商業模式的方法 但就是為了認同 所以加入這個project 可是當你有一個商業模式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預設 就是它是永續的 大家要因為這個東西好 所以願意一直支持你 而不只是因為你理念好 那這個東西好 當然你越來越認識這個理念 這當然是特別好的 但是在此之前 這個東西本身 要拿到一個永續性 就我對這兩件事情來想法 那朋友問說 請問社會企業今年的 壓制方向跟註定 就是說有一個方向 就是確定在明年五月上旬 我們會辦一個 這個亞太的國際的社區的論壇 所以歡迎大家 那時候到台中來加入我們 就可以很完整的知道 社會企業經驗的方向跟主題 那我先講一些基本的 就是在台灣 之前社區界最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說公司法的第一條說 公司以營利為目的 這個很多國家都沒有這一條 但是我沒有這一條 這個時候就會碰到很多認定上的困難 它比方說我現在是一家公司 我是摩扎那種社區 或者所謂有努私行拍攝器 它百分之百賺的錢 我投資你一千萬 然後呢它賺到第一千萬是用來還股東 還完之後它賺的每一毛錢 都是繼續它的社會使命 再也不分配給股東 所以像這樣子 所謂百分之百的這種社會企業 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跟公司以營利為目的 根本就是背道而馳 我們公司法這一條就是有問題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認定上面 其實一直碰到各種 事法性上面的疑慮 這種公司到底能不能設立 它的章程 到底有沒有違反公司法 這些都被聽出來討論過 那我們解決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修公司法 所以接下來 公司法就會送到立法院 第一條就會改成說 公司移民為目的 這是基本盤 不過呢 公司得 公司可以 在它自己的章程 不會用其他方式明定 它要追求的其實是社會目的 環境目的 跟零零無敵的比重多少 這個公司自己說了算 那下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喜慾的問題 就是說 那公司 我現在之前公司在自己的網站上說 我是社會企業 我好方方 我百分之百都提拨出來給基金會 可是如果你的章程沒有公開 沒有揭露的話 別人怎麼知道你這只是話術 還是你真的是這樣呢 所以我們另外一件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公司法363裡面 公司的自願揭露事 像我們它編成了open data 然後讓中細處或任何其他朋友 都有一個很簡單的搜尋界面 你就可以在上面知道說 這家公司宣稱 它的章程裡面有哪些社會使命 這是不是真的 它宣稱它一語底部怎麼樣 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簽證到底是不是真的等等 所以我們把法事面的 這兩個最基本的東西做完 接下來的 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政府應該幫這些 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用選黑的方式 去瞎想 然後讓各地的朋友們提出問題 然後實際的去做解決 然後實際的去做解決 這是目前我們這邊的發展的方向 那更多的別的 尤其是亞洲一進國家的方向的話 就可能我們明年有別的論壇見 那有位朋友說 有位朋友馬上追問 我最喜歡追問 來 為什麼社會企業不直接 以合作社的形態做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目前社會企業常見的型態 就是協會基金會一種 然後公司一種 那這兩種都是社企 沒有問題 你只要有社會使命 有商業模式 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合作社真的不多 那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大概五六歲的時候 我媽給你一群人去弄了一個叫做什麼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那後來呢 他們想要有一個永續的商業模式 就有其中某一群人出來弄了一個叫 主婦聯盟綠主張消費合作社 那就是大家共同購買 然後去跟這個農夫買菜 然後確保他是友善農 有機的等等 這樣一弄就快三十年 那事實上是一個消費合作社 這個東西就是在有社會企業四個字 存在以前的社會企業 當時根本還不叫社企 當時叫合作經濟 叫團結經濟 那這裡人就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合作經濟這四個字 現在對於各位的召喚力 也許沒有那麼高了 大家聽到合作社也許想到的是小學的福利社 也許大家都有出古今 可是有沒有開過普通大會 非常的值得懷疑 所以就是 所謂的合作社精神 憲法明定應該要保護那個東西 現在的召喚力 確實沒有社會企業四個字 要來的大 所以我常說社其實是把大傘 那中間那個傘柱當然是合作社 當然是合作經濟 可是變成是說 我們現在合作社的法律的調適 我們現在合作社的適用的認定 以及就是念合作經濟系的人的人數 能不能夠撐得起整個社會企業這把大傘 坦白來講現在還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很希望說 你透過NGO 透過一些創業 透過一些公司的社會責任 慢慢變成社會企業 大家就開始了解到說 合作經濟團結經濟是這個的根本 那大家就會越來越覺得說 你不管是用必鎖型公司 然後用這個公司股東投票 民主一人一票 而不是一股一票的方式來決定公司方向 來實踐合作社 這就是合作社啊 你只是名字叫公司而已啊 那或者是在NPO裡面去推行 NPO內部的審議 內部的民主 讓它往合作社的精神發展 這個其實都是合作經濟的發援廣大 團結經濟的發援廣大 至於說到最後大家覺得說 合作社這個型態也不錯 那我覺得這當然就更好 這是更好的事情 所以合作社絕對是設計的一種形式 甚至有人說是最純粹的形式 但是它現在召喚到的人的人數 能不能支持起整個設計界呢 這個確實是有一定的問題 我該這樣 沒有沒有說大學教育持續發展很多新潮的方式 例如MOOC翻轉教育等等 雖然目前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 但政府評價都持續出現 那麼請問對現在大學教育有什麼發展的建議 可以跟大家來參考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我先講大學教育本身 我沒有練過大學 但是 我也沒有練過高中 但是 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 我連國二下學期都沒有練過 但是 就是說 國二下學期考去創業 然後創業了大概一年半兩年之後 我確實發現一些瓶頸 就是說 我創業我做的事情 我開始發現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需要理論工具 我才能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那那個時候我的學習動機 遠強於 我只是看大英百科全數 看到某個秋末的學習動機 因為我就是想要解決問題 我創業我想要搞懂的事情 是我現在很迫切想要知道 我不是完全只是好奇心而已 所以一般性能來講 我們現在當然希望說 好比像說我們接下來12年 國家的課綱 把它修訂成高中就可以有選修了 一生一課表 然後結合社區結合興趣 所以很多不管基礎高中 一般高中綜合高中 他也許念到高二高三 他腦裡就有一套創業的想法 或者是他想要加入某些十五屆的工作 那這個時候他不管是所謂的教育學習存者 就是他先投入職務工作 然後教育部幫他存未來念大學的錢 或者他就進入大學 但是又採取所謂的雙軌制 或者他進了大學念了兩年 然後決定跑去創業 然後創業之後再回來念兩年 或者再回來念一年 因為他只是要他的那個學習能力 然後再回來 甚至是我剛剛講的是這種穿插的 他也許根本就不是在同一個學系了 他就是在各種不同的學習 他現在用到什麼系的東西 他去念什麼系的東西 最後他給出了一個畢業證書 那畢業證書可能就是像你玩線上遊戲 那個解鎖成就的 或者技能術的那個講法 就是你解鎖了哪些模組 而不是說你取得哪個系的學位 像所有這些東西 他當然要改學位受語法 那好處是我們正在改學位受語法 所以我們的目的是說 不要有一種你鎖死一個學系的這個感覺 你不管是所謂學院實體化 還是所謂就是念一兩年出去再回來 所謂終身的這種教育 又或者是雙軌又或者是存折 其實這些不同的政策手段 他後面想要達到的一件事情都是 大家有學習動機的時候才進大學學 這段一句話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當然就是說各位在這邊想必都是有學習動機 畢竟這不是算學分的一門課 但是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未來就是說即使算學分的課 也是大家有學習動機的時候 才能夠出現 然後才來大家一起去工作 他朋友說 想請問覺得一般的大學畢業生 能夠做些什麼來調整區門檻 或提升學民素質 不要讓連嚴寬恆這種人 都能夠當上以為嚴寬恆錯了嗎 而更爭勤勞的黃國商委員 卻遭遇被罷免的危險 敢說敢做 其實正直的故意 需要推移對無腦的議員 以及議尾炮轟 謝謝您 我真的很相信你們的攝影師 不會斷將取義 好 那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其實是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說 調整選舉門檻 需要的 跟提升選民素質需要的 很可能是不同的兩個職業路徑 所以一開始可能要分清楚這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做的是 調整選舉門檻 好比方要爭取18歲的這個投票權 或者是說你想要讓這個選舉 劃分更怎麼樣之類 那你應該加入 好比像說公民修憲推動聯盟之類的 就是專門來倡議 做這件事情的NGO 然後把憲法裡面 對這個東西的限制 加以做一些調整 可能沒有辦法 他比如說政務委員 就做不了什麼事情 因為要修憲 其實沒有辦法是行政院發動修憲的一件事 所以你如果要調的這些是憲法層次的 不管是選舉法要劃分 還是投票年齡門檻 這個就是要用這種方式去做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提升選民素質 那就有非常多可以做的 其實當時在G&B 最紅的幾個專案 大概都是這種監督性的專案 像最近鏡周刊 我就是有之前G&B的一個朋友 跑去那邊當技術總監 然後他們去把監察院的政治線性 全部都撈出來 然後去做分析 所以不管你的專長是在 就是人文社會 歷史 資料科學隨便 你在做這種所謂 我們叫做data journalism 就是有資料 然後用它來做新聞上面 你一定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去加入零傳媒 G&B的一個media的一個計劃 或者是說加入一些 做資料新聞的一些團隊 那你就可以從我們現有的陽光法案 或者是政治現金的這些地方 去找出就是目前的政商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 你如果能夠把它轉譯成 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那選民的素質慢慢的就會提高 而且說不定到最後 你發現你錯怪 這個眼光很紅了 也是有可能的對不對 就是說 我們做新聞報導的前提 是你不要有預設力強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些研究題目 那data journalism 確實是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遭逢被罷免的危險 我想這個就是實質的制度 它是在運作中的 所以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 太意量之外的事情 但是同樣你如果想要看到 他被罷免 或者你很想要看到他被罷免 那這樣子的話 你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去加入這個 不管是網路上的還是街上的 就是用你的專長 讓更多人了解 以及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擬移的 目的是在改變這個制度 這個程序 還是改變這個教育科學文化 像我自己 我也非常清楚 我的目的是改變教育科學文化 就是說我的工作是教科文的貢獻 而不是特定制度的貢獻 就是說制度要怎麼改我 我沒有意見 但是在制度改的這個拉鋸的過程裡面 我希望大家是盡可能就事論事的在討論 盡可能是有品質的在討論 討論出來的東西 大家是不滿意但可接受的 至於結果怎麼樣我真的沒有什麼意見 那當然如果你對結果怎麼樣非常有意見 那要做的就是倡議的工作 這兩個工作其實不夠完全一樣 有一位歪豆問說 那三十多歲退休 請問在幾歲如何規劃達到財務自由的計畫 是否會擔心當代台灣青年對財務知識的缺乏 而導致無盡的消耗跟權忙 哇 這個真是滿大的一個題目 我財務自由應該是三十一二歲 三十一二歲的時候 但是那並不是因為我賺的非常多錢 然後零比一席完全不是 那是因為我跟三家不同的公司 談了一個顧問合約 他們每個公司每個月給我大概二十萬台幣 然後最多可以用我多少小時的時間 來解答他們的問題 但是用不到還是要付二十萬 好 那所以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當然就財務自由 因為我一個月絕對財不到六十萬 對 好 OK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但是當然這個是因為 我在這幾家公司都帶過相當多族人 我等於就是 甚至有一家等於是創設元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要退到所謂第二線 所謂退休的意思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加入新政院之後 因為不能兼職嘛 所有顧問都退掉了 所以其實我真是慘重 但是 但是反過來我當然知道說 我是畢業 我當然做了聚長顧問 所以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所以我想這個財務自由 並不是鑽量很大一筆錢的意思 而是說你做的事情足夠有價值 有價值到人家可以一百百給你錢 讓你去做開放的程度 那這個程度你說很難嗎 也不是真的非常難 如果你去Patreon這一個網站上面看 一大堆這種人 Patreon是這樣一個網站 它是所謂的訂閱式群眾募資 然後呢 就看你對這個什麼東西有興趣 好像說像在場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畫漫畫有興趣 還是對拍電影有興趣 還是對畫畫有興趣 假設是對漫畫有興趣 好了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非常非常多人在畫漫畫 然後呢 大家每個月就給他一堆錢 那這位叫做Zan 我有時候會看他畫的漫畫 他叫做 Saturday Morning Play for Serial SNBC 然後呢 這傢伙呢 你只要這個 每個月給他三塊錢 他明天的漫畫就先給你看 你每個月給他五塊錢 他畫漫畫的過程給你看 你每個月給他十塊錢 他每個月給你問問題 你每個月給他一百塊錢 這個他就畫一個實體的漫畫給你 隨便啦 就是有一些贊助方案 然後這邊呢 是他從這一開始 他完全沒錢的時候 這個開始的 所以覺得他如果募到了 每個月兩千美金 那大家就會收到這個 漂亮的那個海報 四千塊的話 這個就會收到什麼電子書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隨便啦 他很高興就好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整個目的就是說 這個跟翻轉了之前的這個概念 之前的概念是說 你得先工作才有酬勞 這個一向是資本處理的這個傳統 但這個反過來 他是先有酬勞 我再工作 其實群眾募資也是這樣子 群眾募資是說 大家先湊到一百萬給我 我才做這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這個呢 可能不是一百萬 他可能只是每個月兩萬而已 但是你每個月一兩萬給我 我就來做這件事情 而且如果你每個月到三四 我就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就 你說他有沒有財務自由 他還滿有財務自由的 但你說他是不是算是退休 不算退休 他還是在做創作啊 那像這樣 可是他每個月都賺滿多錢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就是把社會影響力 轉化成商業模式 然後做成一個企業永續的 經營的模式的其中一個方法 那等他團隊大到一個程度 他就會開始成為一家公司啊等等 所以我想說的是說 這裡重點並不是財務知識的缺乏 而是怎麼把你最有興趣 然後擅長的東西 跟別人也有興趣擅長 但是你不擅長而且沒有興趣的東西 組隊 然後變成一個對大家都有幫助的事情 然後能夠說服大家 每個月出錢來養你們 那這件事情若是這樣想 而不是把它想成理財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有趣了啦 反正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不會按追問 可以啊 來 直接問吧 其實我想問的不是 怎麼樣賺大筆錢 而是就是 我們從小到大學習的時候 就是我們學科學得很死 就是我們如果臨死薪水的話 我們就是一輩子也都是 就是能賺錢不多 大家也買不起房子 所以我想要問的是 那就是年輕人 其實應該要有什麼計畫 才可以就是 所謂的財務自由 就是對 我的意思不是賺一大筆 其實是可以讓自己就是 安心的退休營造這樣 謝謝 OK 謝謝 那其實你剛剛講的是另外一個方向 因為我之前去那個印度 去一個叫做哥瓦的一個海灘 然後我忽然發現我在那邊 就是每個月大概一千五百塊台幣 我就可以過得很好了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忽然覺得說 那財務自由這件事情是最事都可以達成的事情 你只要搬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只要出了其那一張機票 你明天就財務自由了 對 所以這就是說 就是這一切還是要看你希望在的那個文化圈 或者社會圈是什麼 那當然現在有所謂的Digital Nomad 就是數位遊牧民族 你的工作如果是寫稿子 如果是寫城市 如果是任何這種可以遠端工作的工作性質 那你現在就是加入了一個特權階級 就是你可以挑你喜歡的社會文化 你喜歡的物價 然後你去那邊 但是接物價高 社會文化你不喜歡的地方的案子來做 那這個是目前達到你剛剛講的那種財務自由最快的一個手段 但是如果不幸就是你的專長或你的興趣不是 這種可以遠端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方式的話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盡可能的去接觸 能夠把你的工作變成這種東西的技術 那我這樣講非常的科技本位主義 可是我覺得未來絕大部分工作都會變那樣 所以你的工作裡面越多 我覺得即使你是在臨時清晨 你可以去看說裡面有哪些部分 是事實上你在做的時候沒有用到你的判斷力的 是可以自動化的 那那些部分你就引入自動化工具 很多是開業很多是免費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腦袋空下來 去學別的去想別的事情 而且說不定你的上司還覺得太棒了 因為你的工作的那個產出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也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在公務體系裡面 我們也覺得說公務人員一大堆榮幸 那我們不管是減少管靠 以如自動化還是怎麼樣 都是在他們還是臨時清晰的前提下 去讓他們的工作裡面 可以自動化的部分都自動化 然後再控除一些是 他們就可以因此去發展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專長或自己的別的工作的長才 所以這件事情它可以甚至在你臨時清晰的時候就發生 但是當你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也許你就可以覺得說 那我就開始過這個 就是半X半Y的生活 就是最常見的嘛 或者就是說就開始進行一些社會創新或創業的工作 那對我自己來講 這個當然是最一開始就發生 那對我很多朋友來講 他們也是在尤其是學資訊的 都是在大廠工作的可能五年到十年 他們才就進入這種就是比較 所謂的part time 或者是比較是半穩定性的這種結案式的工作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哪一種一定特別好 但是我覺得台灣這邊 覺得後面這種部分時間工作都是大零工 然後有一個社會上的一種排斥感 這樣子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不是很健康 但是未來我們一些 好比像外國人財法案 這些產創法案 現在一通過之後 慢慢的我覺得我們會看到社會上更多的是一種 比較彈性的工作者 那這件事情一較就不會看起來很奇怪 那這樣當然選擇就會變得多 大概是這樣 好 還有想要詮問的 我介紹一下 請說 我想請問 因為最近林口的社會住宅 我記得是有兩種建築 要預計規劃成所謂的清創基地 那我想要請問說就是 對於像這類的清創基地 因為以往政府也是有做類似的成績 就是類似資金園區的這些建設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說 假如政府要在林口這地區去建立 就是這麼大一個 很大一個規模的形狀基地 因為我看過它的規劃 那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你對於這類的形狀基地 它在區位上有什麼樣的優勢 然後你對於它的規劃 突然之間的規劃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有參加的 其實不是林口案 我自己有參加的是SE.PDES.TW 也是那個社創中心案 它是空總 那空總當時確實我們大概 也是被很多人質疑 就是說co-working space這麼多 你幹嘛就是再蓋一個 那所以當時我們的想法其實是說 每一個地方就是空總的場域 它不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我們是跟台灣所有的設計 不是只是台北的 去問說你們需要哪些場域 你們要做什麼 哪些是政府才能做 然後你在外面co-working space找不到的 所以就有人說要大廚房 有人說要攔骨頭 有人要遭逢每個禮拜在這邊蹲點 然後之類之類 就是說大家都提了實際的需求 那我覺得這種需求反應式的設計 我覺得才是比較好的設計 像林口那邊應該也是中心處在幫忙 所以他們應該也會有類似 需求反應式的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那就是說硬體是一回事 那裡面軟體到底要填什麼 我覺得是要看實際大家進來的 這件事情來決定這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所謂的新創基地 其實你看它的那個網頁title 還叫新創基地 因為我們忘記改那個title 但是我們已經把它所有的內文都改成新創基地了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比較成功的一些新創的一些團隊 它其實都是跨市在跨領域創業 就是說是有一些青年人有很disruptive的想法 有很多壯年人老年人他已經退休他沒差了 但是他有很多wism 很多智慧 然後有很多你如果要解決身障的問題的話 你團隊裡面最好有一個身障者 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所以如果你能夠跨人域跨世代 這樣子創業就很容易成功 但是我明天到晚在講清創 搞得好像一定是三個都要是20歲的 那這樣子成功率其實是相當值得懷疑 所以後來我現在盡可能不會把青創推到最前面講 我就會說社會創新或是新創基地 那其中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們觀察到說 這種跨世代各種各樣的領域的創業 它是比較有可能成功的 那這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講到很具體的那個區位 那個區位我其實並沒有那麼熟悉 我們當然有提到說接駁可能要靠無人車 還是要用什麼方式去做 但是我因為它那個就是選手村的規劃 我還沒有實際看 它在院裡指定我也會成為負責 所以關於那個區位特別是交通狀況 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 就很實際的 送電力動的還比我的多 就關於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就是負責的就是 新創基地跟那個就是空中的實際實驗室 我們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政府做民間現有的COVID-19 space 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我這邊能夠提供服務 就是我把我自己當做一個人種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三就在那邊 早上十點待到晚上十點 然後大家對那個facility有什麼想像 有什麼想用的 我們就一起把它來改好 所以就是說是把這個中心 本身也當做社會創新的一個標的 然後大家一起來試著解決 一起碰到的問題 我自己因為以前在業界也是帶就是accelerator 我自己覺得這樣子的話 這個cohort就是這一群一起進來的這些人 才有一些共同的題目可以 除而不知識 剛好在同六個月待在同一個地方而已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想追問的 還有沒有什麼別的想追問的 或者是關於這個題目的 還是可以問的 雖然就是我不一定答得出來 好 OK 那現在自學人最適合的平台應該是網路 請問有什麼網路學習平台來學習城市等等的 其實你會問我說這個要推薦學什麼城市語言 就像問我學習什麼外國語言比較好一樣 我只會有一個答案 就是你的朋友現在正用什麼語言就學什麼語言 那這個是非常的現實 因為如果一個語言只有你自己懂 那你就沒有人練習 沒有人練習你就學不會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同樣到底 其實城市語言都差不了多少 你學了一個之後 你對於任何其他別的 你就已經學了30%以上了 所以你第一個語言是什麼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會推薦的很簡單 就是說 首先就是問你平常在有寫城市的朋友 他們在接什麼題目 有沒有你可以幫忙提發 他用什麼語言 然後你就再去找那個語言的初學的平台 然後就可以用了 那你如果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而且你也沒有認識朋友可以寫城市的話 那可以考慮買我弟弟寫的一本書 我們來打數一下 對 對 那就是因為他就是專門 他就是專門為就是 完全連就是 連要學什麼 然後語言社群都沒有 的純字學城市家庭來寫的 所以他就是把大部分的 語言的各種不同的分類 各種不同常見的電腦語言 全部都在裡面做了基本的介紹 然後如果你對裡面某個稍微有興趣的話 他就會稍微推薦一下 好 那打數時間完畢 大概是這樣子 那裡面有列很多網路學信 有八位朋友想要知道 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那我是否無法將捉躍的能力 用在國家的核心問題上 我個人的政治主張是無政府主義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沒有國家 所以其實從各種各樣的角度來看 我只是痛巧在跟這個國家一起工作 我不是在為這個國家工作 這個要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在勞部學上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講了 而且院長 兩任的院長都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當然不會覺得說 因為通常我如果接觸到某個國家的機密 他很可能對別的國家產生不利益 國家之間有很多零和的這種遊戲 但是因為我做的是教育科學文化工作 理論上我的工作 對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民都要有利益才對 或至少要沒有害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我當然不願意去做 看起來只是對某個國家有利 但是對另外一個國家不利的工作 但因為這是我的算是政治理念 那我了解這個全台灣跟我這些年相同的人 可能不到一百個 所以我覺得這是還好 就是說我並沒有想要說服大家的意思 但是因為我個人的政治理念 所以我很不適合去接觸 尤其是會讓其他國家不利益的那種國家機密 在開放政府裡面 如果民眾的意識 與你本身的立場不同 我會如何協調這之間的矛盾 其實是非常好的問題 而且也是避不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實際看正面的味道 首先就是說 其實我不是主持人 當然如果有看那個影片的話 可以看到主持人其實是芳瑞 他不是公務員 他是第三方 他是中立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討論出來 是對公務體系要一些要求 有一些改造 由公務員來主持 永遠都會被認為是不中立 即使是政務委員也一樣 好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是中第三方的主持人 如果這位第三方的主持人 他之前曾經被認識成某個東西的倡議者 那他已經有這個紀錄 那首先他要揭露 如果他倡議的這個立場到今天還沒有改變 那他要迴避 我們要找另外一個主持人來 這個是最基本的這個要求 那然後呢 從我的角度來看 不管收到什麼意見 我答應的並不是我要把它變成政策 我答應的是我會如實的去跟院長討論這件事情 我會如實的把大家收到的東西 讓院長很確切的知道 然後做出決定 所以即使這件事情是我個人反對的 但是因為主持的人不是我 是第三方的主持人 而且他已經如果需要回避的美國了 要做決策的是院長 我基本上在這中間起到的是一個類似哲學工作 就是概念的疏理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本身我是可以不太判斷來做的 那事實上我很希望這段以後也是誠實來做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部分我是覺得說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說對我個人的感情 會不會在感受上面會碰到一些精神按摩 這個絕對是會啊 因為網路上朋友很多時候會把唐鳳處理 開始處理某個案子 就講成唐鳳支持那個案子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東西當然就是多多少少 會對我造成一些精神衝擊 那但是因為我入閣的時候 我的一個同事就已經跟我說 就是你網路上碰到什麼東西的話 看成精神上的按摩 你如果覺得不舒服 表示你沒有酸痛點 他按一按就揉開了 那所以我就一直記得他這句話 所以後來我只要看到那種想要讓我砸電腦的這種評論 指名道性的 我就不會砸電腦 然後我就會去泡杯茶 我會聽點音樂 反正自己是挺好的 那這個就是要認知行為治療 那個你下一次再看到類似的字的時候 腦裡浮起來就是很舒服的音樂 很舒服的音樂 所以我可以說一年下來 我看到網路上所有的字眼 我現在都是拿亮亮好的 這個感受已經很難有什麼新的字眼 讓我有不舒服的感受 那要是有的話 同樣的我就這樣處理一下 我明天一覺醒來之後 我也會看到這個字眼 我還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這是個人的修飾 人在公門的修行的部分 有人會說 人生到現在看起來都很成功 有沒有搞砸過什麼事 其實我創業 好像四、五次的 意思就是說 失敗一個三、四次的意思 所以其實常常搞砸 我也不想創業的重點 其實就是在市場 能不能接受這個創業模式 最常的股東投資我錢 我燒掉百分之九 然後我就百分之九十一都還股東 說這個商業模式不外 對不起 但是你要解放錯地方了 你要放到別的地方 有時候股東還感謝我 因為那兩年剛好是網路泡沫 其他人都賠了百分之九十九 而不是百分之九 所以這樣還來感謝我 但是這仍然不能否認 這是搞砸了的事實 就是說我們本來絕對有一個商業模式 這個商業模式沒有建立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比較跟自己能夠交代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說我們當時創業 就是所謂的雙重底線創業 就是說我們除了經濟價值之外 我們還透過開放原始碼 創造生態系的社會價值 所以就算公司倒了 我們中間做的東西 別的公司都拿去用 而且有一些創業還蠻成功的 所以我們至少覺得 我們對整個生態系有交代 幫大家付了學費 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時在投資人投資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把風險做了充分的揭露 所以要說搞砸 那個也是在他們已知的情況 並沒有利用我的投資人 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我覺得創業失敗 而且快一點失敗 說不定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就比較有心力去做 下一個比較有可能成功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基本上前面提出的 三四個商業模式 基本上應該都是失敗的 對 但是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一個生態系有所學習 第二個投資人其實對我的信心 多多少是有增加的 因為他知道說 就是把賢家的投資人 他不會花到最後一毛錢 再來告訴你我破產了 而是說他到中間覺得商業模式 就會退錢 然後請他去做別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一直保持微笑 我剛剛講的那個精神按摩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訓練 所以以至於說 就是我看到比較挑釁的用詞的時候 我感覺就特別好 因為這些用詞之前曾經被NACPT過 對不對 但是這個也是一種 這個另外一種心理療法叫ACT 就是這個你先接受 接受之後就承擔 然後放下 對不對 接受承擔放下治療 那這個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說裡面如果有一些事情 你知道朋友問我搞砸什麼 我就介紹他 對我有搞砸過 然後就承擔 跟大家分享一下搞砸的經驗 然後就可以放下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你混合於這些心理認知技巧 加在一起 其實就是每天都可以保持蠻開心的 就是像是練習彈鋼琴一樣 這個是一種可以練習的技術 另外朋友問說 有人認為公共政策參與平台連署門檻 過低導致評測 那想問這個事情的看法跟解決之道 沒關係我們看過第一其實是 比較沒有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承擔的機率 還是跟以前一樣 現在其實來玩的人比較多了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接近五百萬個自然人在上面 然後一千多萬人次 所以這其實是蠻大的一個網站 而且在上面提案的程度 承擔率也沒有因此而增加 所以我們就是多了很多案子 但是其實到五千人的比率 並沒有因此而增加 好像還稍微減少一點 所以這個朋友一定在講的 並不是說 愛人要讓顧貝消化不了 這個朋友在講的 他很可能是他看不順眼 這些塵埃的案子 好 OK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就算是你看不順眼好了 這些事情也值得好好的公共討論 這個就跟出馬症一樣 就是你好好就除妹嘛 你好好的討論過一次 大家就不用在私底下 就是互相攻擊 你好好討論過一次 建立起一個很好的新制度之後 這個理論上不應該在這邊馬上揭露的 但是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就實際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剛剛畫的新制度好了 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算大家覺得很鬧 也值得大家 把到底多鬧 講清楚 所以我們真的請了所有相關的部會 把所有該市區會發生的事情 談戀出來 好 OK 好 那有些有道理 有些沒有道理 那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相關部會 跟該市區有關的部分 正反雙方的硬件 所有的部分硬件 通通都找出來 會公布啊 這就是我們協作會議 每一次剷除的新制度 我們協作會議一開始就是 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說 這位朋友 他還想要 他到底要改的問題 是他想解決這個問題嗎 那所以呢 我們又會繼續brainstorm 對不對 說不定這個 有一些別的方法 也可以解決他當時提到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題目都值得好好討論 即使大家覺得這個題目很鬧 那你好好討論過一次之後 任何人再提出任何相關的事情 至少所有人就懂 這件事情相關的利益關係是什麼了 而且大家就可以在相同的事實技術上討論 文明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那所以就說即使是像這樣子的題目 我們還是認真討論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即使原因失效 即使導致民粹 你好好討論過一次之後 下一次他就不能再拿一樣的題目來討論了 何況在加久的這個題目裡面 我自己還個人覺得裡面有一兩個部分是有道理的 只是不一定要透過這個方式來達成 所以更為這樣子正反雙方都應該要有討論的空間 我們正反雙方都要三個人來協作 好 那接下來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只能快問快答了 有一個人追問說 新制圖是怎麼作用什麼軟體 這個東西叫做realtimeboard realtimeboard.com 然後我們基本上每一場協作會議 就是產出一次這樣子的新制圖 所以有空可以參考 這個是免費的 但是不是自由的軟體 新政院政文是一種什麼感覺 開放社會對新政院作用什麼 作用目前就是讓所有的常任的事務官 聽到公民參與四個字的時候 不是腦袋一片空白 然後覺得都是報名 接下來我要被占領了 而是 而是 就是說我們有一套方法 能夠讓大家的這個不滿 在這個盡量都沒有恐懼 沒有這個不確定性 沒有懷疑的情況下 做出一些他還可以用的政策 這樣子 所以這是目前的一種感覺 所以同樣大家對於 我這個政委的想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並不是長官 但是如果他碰到類似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我可以把大家這個不合理的負擔 或不合理的特責 弄成大家比較合理的情況 每個新的提案 如果社會還不能普遍接受的時候 用什麼立場和策略 我覺得當然就是 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要能夠說服對方說 你的大推的這個東西 至少對他沒有害處 如果對他有害處的話 怎麼樣改成雙贏 不能改成雙贏 他至少怎麼明布 那這個東西 你都要先在他的立場和他想完 才能夠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科技跟教育的世界定位跟差異 我覺得當然台灣的科技 這個就講到整個產業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當然還是相當的 就是做軟體的這個文化 做跟人相關設計的文化 跟做半導體 或者是做硬體的這些文化 我們有看到慢慢在融合 透過剛剛講話 是在創業的這種方式 但是這種方式 目前並不是主流 但是隨著我們通過了一堆法案 以及好像GoogleHTC 或者是像AI Lab的創意 或什麼這些 我開始發現說 就是台灣的 跟人進的跟跟機器進的 這兩個部分 它開始結合起來創業 所以這個能夠讓我們在價值鏈上面 不斷的往跟人跟靠近的部分靠近 那最後一個部分 剛剛已經就是國家已經回答過了 除了資安考量之外 有沒有出現濫用的風險 有 可是 你跟這個風險相對比 就是資訊不對稱的風險 那這個東西通常在想 大家衡量之後 你只要不要有自然隱私考量 長期來看 台上都是比較好的 有位朋友說 一台兩個說要選總統 我跟大家報告 絕對不是下一屆 因為那個憲法說 我下一屆不能選總統 而且我年齡還沒有到 然後另外就是 我其實個人對於民選上去之後 還能不能夠保持這種無政府主義 持非常非常強烈的懷疑態度 如果有一位總統他當選的誓詞說 我相信無政府主義 我覺得國家應該消失 我確定國民可以接受 這樣子的一位總統 就是一種自我取消性的總統 所以我覺得我選擇 其實應該是低過零吧 OK 好 好 那最初的期望 其實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過程當中 去進行示範 讓大家的這個感覺 能夠越來越好 目前的成效 我覺得在感受上 真正有達到我的期待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的測驗就是說 那現在我都抽開 我完全不要主持 我現在已經 越來越不主持 我參與籌費了 各個部份 都能夠自己run這個 那三十幾個部份 目前大概五六個 已經有這個能量了 我們會越來越多 把其他的帶起來 想要知道 有遠區上面 有沒有認識上來都在玩 我不care 他只要那個 一個禮拜 一開始的那個Sprint 他自己要求 要做到那幾張卡 到禮拜五的時候 卡有移到右邊 我管他是怎麼做的 對 所以起碼我沒有管理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 就是大家互相滑坑 互相填坑 就是大家也沒有覺得 我是老闆 然後辦公室考期 都自己打仗 然後開發政府 方法看很大 其實這個口號 當時是歐巴馬提出來的 所以他當然在聯邦 有他自己的做法 感興趣 可以去看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這個地方的網站 他當然可以試用 教練討論法的文章 可以多聽一些實際應用 這個是有線上課程的 所以那個文章裡面 有附線上課程 你用教練討論法 找應該可以找到 我錄的兩個課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演講 我目前可能也沒有時間 比這三個講到更多的 有一個說法是 鼓勵青創指教建立新年失業率 我們怎麼判斷這個新創是有價值的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講法不盡公平 就是說如果創業 或剛剛講跨世代創業 它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說 讓大家在找要學東西的資源 在繼續念大學或研究所的時候 它真的有解決你辨認到的社會問題 也就是說我覺得青年是 我常常跟院長講說 青年不是我們要輔助 幫他們解決問題的人 幫他們解決問題 他們才能夠找出 成功跟永續的新創的一種方式 那當然這個按照定義 當它成功 當它永續過了幾年 你就不會把它叫做新創產業了 所以這個問題 它本身在邏輯上面是有一個 有一個謬誤在 對 就是說當它成功永續了幾年之後 它就不會變成新創產業 但是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到 它有相當相當多 新的社會創新的模式發展出來 如果感興趣好 歡迎參考 關於社會企業的食堂課 裡面有相當相當多的這個例子 如何改善台灣的學歷至上 以及大學教育的學問商品化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時候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大家在國教完成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出社會了 那我們了解到說 要解決這個問題 老師可能還不是 或許還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也是父母的期望 你不改變父母的期望 其他都是空談 那但是好處是說 台灣因為有全亞洲 最自由的實驗教育三法 所以說我們在實驗教育那邊 已經看到有一群父母 他釋出了很多 事實上就是有用的 而且跟學歷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實驗教育的東西出來 不過當然我也很坦承 實驗教育也不一定都是成功的 一半也許是失敗的 所以但是呢 我們把成功的部分 拿進十二年國教課綱裡面 用實驗教育學到了一件好的部分 來改變慣性的國民教育 所以在國民教育的過程裡面 我們未來是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用素量導向的方式 來解決確定智商主義 那自然學問商品化的問題 就可以解決 有一個創新爆米花的點子 應該找如果找管道去創業 這個請看我們這個新創基地 的一個資源盤點表 在這裡面有幾乎所有的 這個政府的所有的創業諮詢的課程 跟服務 通常都在這個上面 所以請自己看 我們這整號的網址是 se.pdis.tw 開創業創結之後 有什麼契機放棄更多賺錢的機會 而去幫忙社會公益呢 我從一開始創業其實做open source 就是為了社會公益 我只是有時候 像剛剛講的 還是要一小時收比較多錢 讓我接下來可以自己 把自己剛剛寫過的 重新寫一遍 但是為了還是這個社會公益 這個才是目的 那中間賺什麼錢都是手段 所以應該是說從任何時候 從我一開始載學 然後發現是大家自願拋棄到著作權 讓我能夠學習 開始就是用這樣子的社會公務 當做這個人生的這個使命 新院長老師曾經提到 只關公務平台很浪費公務資源 來亂的問題 公務員要回答 我們一下有怎麼看 我覺得同樣的這些來亂的問題 他們在部長姓上 跟院長姓上 都已經收到非常多了 他們在公務平台只要回一次 接下來院長姓上 跟部長姓上 就可以回超延界就好了 而且很多在 院長姓上 跟部長姓上 本來要問的 他們Google到的時候 就不會來問了 所以說長期下來 我覺得是會減低他們的榮事的 好 那但是有些太鬧的 我這一套就不能講了 我就只能換成剛剛那一套講法 就是說 你這樣認真回答過一次 以後就不會有人來鬧第二次了 社會創意的社會企業 這個剛剛回答過 主要查在有沒有這個永續的商業的同事 在未來政權可能交替的情況下 包含聖委員的身份 就完全一模一樣的方法 跟公眾服務 我就算做一個私人 我還是可以每個禮拜去 社會創中心跟大家討論 對台灣未來科技業的看法 其實這個就是要問大家 就是所有曾經對科技業 現在都是只有想法的人 未來科技特報辦公室會辦一個 2040還2030的科技願景的一個 全民的討論的一個會議 那這個會議會用相當有趣的 創新的方法來蒐集大家對 未來科技業的看法 所以就是可以保持關注 然後可以加入 某些議題 雙方都堅持雙方的意見 不願意改變那個溝通 其實呢 五千個連署人裡面呢 大概只有五十個人是這樣 我們的經驗都是其他四九五零個人 都是因為他只看過這五十個人 所提出來的事實資料 他沒有看過任何別的方形 所以就好像跟風一樣的去做 所以他們只要看到了別的方面的東西 我們發現高達九成的朋友 是願意改變自己的立場的 至於另外那五十位 沒有關係啊 就以後再說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每次的目的 是把這種就是事實沒有對齊 所以感受上面 可能就是跟風的這樣的朋友 讓他能夠看到更多的事實 是不是知道 九點會強制關係 並免無限延長 對 事實上 我這邊有充電器 所以我只想接上去 我可以講到十二點 可以來右上角出那個電力標誌 對 但是沒有 其實沒有這件事情 我提上的無政府主義 是不是有更詳細的解說 我對無政府主義的啟蒙 是在一個網路上的文件 叫做Anarchist FAQ 那其他的原點 我都是看了這個之後 再去找什麼 葡魯東啊 克魯泡德金啊 再去看 所以如果就是你對 就是踏入這個 黑棋 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從Anarchist FAQ看起來 我不確定有沒有中文翻譯吧 但是反正現在機器翻譯也翻得不錯了 好 有位朋友問 都沒喝水不會口渴 應該還好 我通常講兩個小時 是很常見的 進修新科技及化產品 那對這個現象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進修這件事情 不一定要花錢 就是你要解決問題 開放緣碼這個東西 雖然甚至很多開放硬體 或者是硬體的互換互惠 這些部分其實都比較不太需要花錢 那這邊再講的是說 但是這些東西會被當成我自己的延伸 而比較少的時間是內心的 那這個我是同意的 所以好比上說我手機其實從來都不會開聲音 好比上說我如果有30分鐘的時間可以靜下來 我就直接把電源關掉之類之類 就是說我是用一些叫做番茄種的方法 就把一天切成30分鐘的單位 那我那30分鐘如果不做什麼事情 就什麼都不做就放空 我那30分鐘如果做一件事 我就做那件事 別的所有會想的東西都關起來 我是這樣子在自己管理認知資源 所以我覺得這個確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認知資源的管理 對每個人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技術管理的公民參與經濟體性 在許多公共議題上是否可以並行 當然可以而且必須並行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所謂轉譯的工作 就是把這些不同的學員們的專有名次 而且別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法治博士的前提 兩公約的前提 為什麼編型還要可以討論 去翻譯成另外一篇 根本就不覺得這些事情是前提的人 然後讓他們能夠聽得懂 那這件事情就是翻譯讓雙方聽不懂的 彼此都能聽得懂 就是天方政府最主要的這個工作 網路自學過程裡面 如何解決資訊證位的問題 這個很簡單 就是科學方法 相信各位都聽過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非常的好用 就是你要有一個假數 你要有一個實驗 你要做一個實驗 你要觀察它的結果 對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也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來解決資訊證位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要評判思考 全部的方法也沒有門檻 甚至是應該也很有能力集資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有能力集資 你就算集不成 你去分析那個集不成的原因 好比方說只有60個人願意捐給你 然後你本來要100個人 那你就去訪問一下那60個人為什麼捐給你 以及訪問你的朋友為什麼不捐給你 你就可以學到很多關於創業的知識 有關朋友說 這個精英主義是更可行的 希望將來也可以邀請加入 我覺得吳善甫主義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是精英 所以這兩個絕對是相容的 我覺得這點是重點 因為每個人只要往自己的不同的跑道 不同的維度發展 在那個維度就是精英 為什麼要留長頭髮 其實就是沒有想辦法去解 並沒有什麼別的特殊的維度 不是自我欣賞一部分 我之前有去 因為我去理髮店都說隨便撿 那有些就做了一個髮型 那我有一次通過理髮師 然後我左邊裏光了 然後右邊還非常長 然後後來才發現 那當時的張璇撞頭髮 因為他當時的理成這樣 那就是說 我基本上就是 對理髮店是沒有特殊的想法 所以每次進理髮店就說隨便撿 然後他整整怎麼樣就這樣 有朋友會說 為什麼政治立場是不政府主義 就是說外話長 但是一句話來講 網際網路這件事情 就是無政府主義可以運作的鐵證 因為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在控制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就是一群自願的 電信的開發者 然後願意用相同的方式 當你從一個地方要傳訊息 給另外一個地方 中間經過五個地方的時候 這五個地方都同意用一個協定 叫做Planet Protocol 他願意看你的內容的情況下 不侵犯這兩個點對點的傳說情況下 他還願意幫你把訊息從這個地方 放到這個地方 而中間只要有任何人不守這個協定 那網際網路就會想辦法繞過去 找願意射手協定的人 把它繞到這個地方 而在這個中間 既沒有聯合國的控制 也沒有任何國家的控制 它基本上就是靠 像我這樣子做主資稿 像我這樣子做開放透明 然後願意讓任何人加入 來討論的開放多利益關係法 的方式 來做所謂的網路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所以應該是講說 這是我碰到的第一個政題 因為我14歲就投入這種政治的運作了 我20歲才有投票權 所以對我來講 無政府主義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政題 所以從很多角度上我就覺得說 那現在有政題裡面 有沒有多一些東西是無政府主義可以解決的 那我並沒有說覺得說 我這輩子要全部都變成無政府主義 沒有這個意思 但是能夠多一點點 對我就是蠻珍惜的事情 如果想推行的政策 對事務官 政務官 承辦人 會有不利影響 是否就不考慮推動了 不是而是大家坐下來談 一直談到能夠讓大家的負面影響 都撿到最低位置 那所以大家在願意都知道 跟唐鳳開協調會 唐鳳從來不做財事 可是大家講的每句話 都PO到網路上 然後呢 PO到網路上的時候 網友就會有各種意見 下次開會的時候 唐鳳就會說 八卦版有誰做這個解法 你們覺得怎麼樣 所以這樣子一路開 就一直開到大家都有 大家都覺得至少 沒有受到負面影響為止 那在此其中 就一直開 一直開 所以就是就有共識的部分 會做成決議 沒有共識的部分 就會一直開 那如果受不了 不想要被這種方式寫掉 通常都會去找別的政委 不會來找我 主要怎麼跨樹低谷 我完全要看你的題目 但是對我來講 就是你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在最好的情況下 假設你現在看到未來 別人都沒有看到 你想要那個未來是怎麼樣 請問我是不是支持 修正版的一粒一修 我非常誠實的跟大家講 我一個字都沒有看過 那那個不是我的範圍 而且我還沒有時間看 我都一直在處理 像石區啊 邊形啊 然後我來方四島啊 這些案子 我真的沒有看過 小燈方圓一修 好 那政府的開放平台 我們在pdis.tw 有一些整理啦 其實大的就是join跟 V台灣的兩個 那其他的相關的連結 大概底下都有 我就不特別去講 那我們即將上線一個中文版的 叫做jk.pdis.tw 那 基本上是相通的內容 只是它換成中文的 蠻厲害的就是我進來 一年之後才有中文的網站 然後 好 那反正就是 這兩個都是pdis的外方網站 有朋友問說 效益提升有沒有別的好用的方法 我自己是用很古老的一個方法 叫做getting things done GTD 那GTD應該在這邊也有一些人用 GTD中文資源非常非常多 流量越來越大的公司掌握 會不會對驅動新化協作的特性造成影響 我是覺得還蠻樂觀的 因為你每一層 只要被稍微壟斷 大家就會在上一層去做創新 那像現在大家很喜歡說的分散式帳本 那在上面就有區塊鏈 有比特幣 有這些有的沒有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對於鴻膜身份證的看法 不存在鴻膜身份證這個東西 好 那有存在一個提案是說 用鴻膜去取代身份證 那個提案扯案了 那有過一個想法是說 要發行晶片身份證 但是裡面沒有要存鴻膜 所以鴻膜身份證這個概念不存在 如果你要找哪一位立委提案 那是另外一位是 但是目前還沒有這件事情 結束是不是可以合照 當然可以 我接下來沒事就翻譯特早 天才是不是都沒有煩惱 這個應該不是吧 對 我只是說我的煩惱都是以一天為尺度 我基本上都會在一天之內去把它解決 至於別人這樣不知道我天才 以前可能也有煩惱過 現在看到這兩個字已經沒有感覺了 然後接下來是因為很大的 我這個剛剛有講 就是蕃茄中 Getting Things Done 那我GTT用的工具叫做 Only Focus 但是那是Mac的一個軟體 你有非常多軟體都可以運行GTT 科技時代的窮人沒有網路怎麼辦 這個我們在行政院有一個標準的偉大 就是我們用其他納粹人的錢編了特別預算 運用前瞻基礎建設讓你的網路用 那所以就是台灣的網路程度已經是最高的質疑 我們把生下來的偏鄉 偏遠地區 衛生索小學這些東西 就是用特別預算把最後一頁都全部弄起來 因為越過看不多的政客 無法理解他背後想維護利益 但是他卻仍然跟你打哈哈而已 目前還沒有看過 因為基本上就是說會想要開放的人才會來找我 如果像你剛剛形容的這種人 他根本沒有想要開放 我到目前目前還沒有遇到 因為我就是冤者上頭的一個政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像這樣子的人他應該不會主動跑來跟我說 嘿 我就是要跟你打哈哈 這樣好像沒有什麼表示 你要說許多事情不是一天解決 11小時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 就是把事情切成30分鐘可以解決的段落 如果有一件大事 你就切成一堆30分鐘 這樣子你一天就跟自己承諾說 好 我要做到五張卡或六張卡 那這樣其實你就是focus去做 三個小時一定做完 那剩下的一天還很多時間可以去做 那當然不會那麼運氣好 所以事實上就是分在二、四小時裡面慢慢做完 那這樣子做完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明天在講 請問我支持核電嗎 這個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前提 就是說好比像說是核分裂呢還是核柔核呢 或者是說核分裂的話是哪一代的核分裂呢 這個是沒有辦法一句話講完的 但是我絕對支持任何情況下面 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理工科系概不概念研究所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還是覺得你要研究的題目的時候 在訓練研究所會對大家都 尤其是你的指導教授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也至少在這個場就是幫沒有題目的人找題目 那我覺得這也是相當好的一件事情 好這樣就回答完 謝謝大家 好那真的很感謝唐鳳演講 我覺得大家感覺還有很多想問的問題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會先進行就是一起來合照 那合照結束之後呢 就是唐鳳 我們會先從唐鳳教授離開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去找他們拍照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可以找到拍照 那合照結束之後我會簡短的介紹一下社長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對我們社長有興趣也可以再留下影片 那我們現在就是會先進行合照 對 就是懇請教授那個方便做到動作 謝謝